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段赛马结果 开始之前播出影片给大家看 亦是今天的主题 就是看回跑完第八场 加州一宝过了终点之后 终役礼回来的面部表情 以及与高东尼的互动 我们先看一看片 刚刚回来的时候有点厚 终役礼 接着又与高东尼和库莲说了两句 不知道有点什么, 但高东尼是没有表现的 没有什么反应 那时候因为他也知道言讯 他也知道有些甚至不妙 他跑了这么多年, 怎会不知道场阻碍了多少 高东尼过来说了一句 终役礼 笑容不见了 立即收回了 表情就严肃了 高东尼说了一句, 说了些什么 没人会知道, 他们两个直播都不放好 好了 整场赛事 首先我解释一下 用我的角度来看 为何会高脱 高脱 主要是两个原因 第一 加州一宝和财财 胜购距离 即是胜购距离太近了 一个头位 甚至是一个鼻 是很近的 这是很关键的 因为 第二点就是 加州一宝有挨财财 加州一宝也有在直路100米撞过财财一下 但由始至终财财没停过手 周俊乐也是一直打的 其实对财财的干扰 不是很大 是有, 但不是很大 如果这场是胜购距离不是一个鼻不是一个头 可能 是攻不入的 因为 胜购距离一拉远 而干扰不太明显 没有令到 周俊乐停了手 修正 有机会是 加州赢财 我想是 因为胜购距离太短 才令到 加州一宝 被人告掉 这是很关键的 为何会胜购距离 那么近 你看看 周俊乐怎样跑 我们不要看中翼例 周俊乐跑马 现在真是很厉害的 真是厉害的 好弯正 我们一起看吧 看巡邻影片 看直镜 进到直路 加州一宝先 挨那只财财 已经带了财财 然后一打那只马 大亚周俊乐 没停过手 而且最后看他炒得多厉害 又是车轮边发 我十几次没停过 那只13磅大马 再买来 他也没停过手 最后 终力离也撞了他一下 他也没停过手 是靠周俊乐 以及早段 报处不快 而周俊乐 是留到这个重口码 留得很信 是关键 好 看完周俊乐 骑得好 我们看看周俊乐 周俊乐 这一场 首先 加州一宝上季 莫雷拉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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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的时候 马一打鞭就会闲 打左手边 挖进去 田泰安上季跑 又是打左手边 立刻挖进去 接着莫雷拉和田泰安 都是修正的 都是立刻修正的 因为 你一挖 马就 撞进去 不信 所以是立刻 终于修正 但终于修正 但终于修正 有没有这样做 它是没有的 没有修正 再看一次 这里其实已经直到初 挖进去 然后 分僵的时候 马也是走向直线 但是一拿一条右手边 发一下两下 这下重 已经带出去了 然后再打鞭 马再挖进去 撞出去 再厉害 再打多一下鞭 又撞多一下 更厉害 其实 我想这一场中日里最大的问题 高东尼赛前 我估计 他有跟你说 这一匹马一打鞭 或者上次骑过 也应该是 感觉到 如果你有做功课 你也应该知道 就算我当你不知道 其实 你一直留错 你打第一 马已经有这么大反应 你应该要修正 但是他一直 左手边 姜誠 一直抽着左手边 姜誠 他有没有停过鞭 没有停过鞭 停过一下 然后修正完再打 这一匹马也都 撞出去 他也没有停过 从头到尾修正过一下 然后再打鞭 又再闪 然后又没有再修正 难怪被人告得入 你好像想赢 求胜深切 然后 没有再去修正 继续干扰 财财 结果回来 董事 很正路的判决 尤其是 先按了延远讯 先过抗议 董事都发觉是有问题的 再加上见到高东尼的表情 赴联的表情 都知道 是 预告得入的 所以这一场最大的 拜不就是 不应该用这么多变 这一只马 姜誠哄也行 不是说现在 被人告得了 我再说 其实上次他也跑得一样 董事 直路其实也不是很操控 匹马 我希望他吸收完这次的教训会好些 我想他回来都被高东尼省的 应该是被人省的 对董事 很矛盾 他骑了一些马 降了10磅 真是有利益 有时候可能用10磅 然后未必有跑得那么好 但一用他10磅 你又要承受 你在肉眼上 看到他最后的作品 可能跌变 可能又不知道 姜誠论像 然后又扔出去 又扔进去 又被人高脱了 那你说怎样 我们买不买好 对不对 就算经过今天 我们之后他再跑 如果他又减10磅 也继续买 唯有可以做 希望他快點進步 希望高東來調教他好一點 唯有可以這樣做,還可以做些甚麼 這段影片先到這裏 因為今天有點頭暈暈 不說太多了 喜歡這段影片的朋友,按LIKE,點贊 下期再談吧